基于此我们就来到法案的第四节 就是如何对这些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这些成员进行制裁 这里边最重要一点就是直接把你的资产进行封锁 而且限制你所有的这些在美国的这些有形的资产的处置转让等等 所以这个力度就非常非常大 比如说现任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这些成员 在美国有大量的不动产资金和金融的投资 那么这一部分资金是这个法案所关注的重点对象 就直接进行冻结或者是孤立 所以这一点比这单纯限制他们来到美国 这个震慑力会更加的大 另外呢提到了提的一些 比如说如何去限制这个顾美 就是直接不给你签证 或者说你在美国你现有的签证 甚至你的移民资格都有可能被取缔 当然作为一个法案呢 它肯定有一些适用或不适用的这个情况 不适用的情况呢 比如说为美国服务 或者说是为中美两国担任这种双重间谍的这种事 一群人呢他已经明确的就是表示 他为有一国的情报部门服务 就按照这个相应的法律法规呢 那么他们就不在这个制裁范围内 但是他们的这些行为呢 没有其他的法案对他们进行制裁 另外呢还有一点 他也提到了处罚的密度啊 和一些制裁的豁免 这个在这个制裁豁免中呢 特别有意思的提到了一点 就是说如果你向美国政府证明 你曾经是中共党员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 但是现在呢在这个法案调查 并且对你进行这个相应的处罚的这个时刻 你已经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或者你已经宣誓不再进行 对新疆西藏或者香港的这些地方的人的人权 进行践踏和镇压的行径 那么你可以得到相应的制裁的豁免 这种宣誓呢 美国的制裁者就可以认定 而且你是要经历过一系列的有完整的证据链 并且呢你要在美国政府所认可的这些资料 备忘录或者网站上都能见到你的这么一个宣誓书 这才能够认定你可以不用因为你过往 遭受到这个法案的处罚 从这一点看到 虽然精准打击到中共中央高层的个人 以及他们的家人 但是呢也不是说是就把你就赶紧杀几 他本着还是一个治病救人的一个政策 只要你在某一个时间段发生醒目 并且呢就停止做西方这种人性化 和以人为本的这种法治社会呢 他是会对你 展开双臂去临接你的